過得爽爽 大甲油門啪啪換檔 在兩週前 大家應該都已經看到這個MV了 我在下面看到很多留言啊 除了說這一些帥車看起來很爽以外 很多人發現一件事情 不管在多麼艱困的場地 大園都會吃的炸雞 沒錯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的確我蠻喜歡炸雞的 炸雞是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在這個大家在家的日子 我想要挑戰一個世界上最好吃的炸雞食譜 號稱喔 好 我們就來洗手做羹湯 但我們今天做的是炸雞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的材料有什麼 好 那我們來歡迎今天的主角上場 今天主角四隻雞 今天準備的食材呢當然是雞 小洋蔥 大蒜 迷迭香 紅椒粉 鹽跟黑胡椒 還有泡打粉 為什麼鹽包有兩種呢 沒關係 我們待會看就知道了 還有檸檬 中筋麵粉 白拖牛奶 好 現在我們要進行了醃雞的動作 為什麼這個食譜大家會說這麼好吃 聽說就是要先製造出這個 鹽乳水 然後要醃漬雞 醃漬24個小時後 讓它充分的入味 才可以感受到炸雞的精華 首先呢我們要先把小洋蔥跟蒜頭 切一切 拍一拍 為什麼切洋蔥會想哭呢 它散發的是一個氣體樣的 是嗎 可我被你烤倒了 這個鹽乳水好吃的地方秘訣呢 先把小洋蔥跟蒜頭炒至透明 開火 加入油 我們全程用小火就好 油下去以後呢 正式的把洋蔥跟蒜頭帶入 我們現在就把洋蔥跟蒜頭炒至半透明化 我們大概用文火炒個三四分鐘 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加入鹽巴 用這個油太鹽 應該很多小夥伴們應該想要問說 什麼是油太鹽啊 油太鹽就是裡面沒有點的一種鹽 鹽巴放進去拌炒三十秒以後呢 我們再來加入我們的迷迭香五根 一二三四五 一樣 喔好香喔 不知道大家在這個鏡頭前面有聞到這個香味嗎 一樣呢我們先把它關在最小火 炒了三十秒以後呢 這時候呢我們要加入一顆檸檬 恰恰 大家記住喔 把紙去掉喔 但是我剛剛把紙擠進去了 會怎樣嗎 檸檬製下去以後呢 順勢的我們來把水加入進去 不要懷疑就是這麼多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鹽滷水 這時候我們四日呢 把火稍微開大一點 我們把這個鹽巴弄至融化 那我們就稍微把它煮滾喔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嘗試這種 用鹽滷水的方式 這個醃製炸雞這樣子 平常我呢這次做的是比較簡單一點 蔥薑蒜 還不行來一點辣椒 跟醬油這樣子 醃製 比較像家庭式的炸雞這樣子 小時候 國小吧 我幼稚人的時候就會炸雞了 對 那啊我國小就會啊 國小幼稚人國小 大半時候我就是自己煮飯啦 因為我爸媽媽比較忙啊 我就必須要學會自己煮飯這樣 不然咧 你們幾次開始吃飯 我問你 我們要讓它靜置涼了以後呢 然後把它倒入衣裡面 然後靜置24小時 能不渣嗎 王少年想不到渣了這麼久 這陣子常宅在家呢 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個渣男了 胡渣的渣 想必在螢幕前面看到我的人 覺得我很渣吧 非人幫的幫眾們 是不是該動身起來了呢 讓我們一起把這些胡渣刮掉 不要再當個渣男了 登登 就是 極烈豐富刮鬍刀 獨家超薄五刀頭 超薄鋒利的五刀流 讓你輕鬆的把胡渣刮乾淨 還有旋轉刀頭技術 完整的貼合我的臉部輪廓 不要以為我的臉沒什麼角度 像我這種圓刃的臉 就是需要這種旋轉刀頭技術 來完整的符合貼著我的臉刮 還有升級裝備的蘆薈潤泡條 讓你刮鬍子的時候呢 不會紅腫過敏 就是這麼屌 不論是細小或是粗濃的鬍子 都能解決 讓你不再渣 極烈的豐富刮鬍就是這麼厲害 幫眾們這組一刀架七刀片的組合 買一次用一整年 這年不再當渣男 哪裡買 這組只有在好市多有賣 好市多越買越划算 是不是很乾淨啊 那我們來歡迎醃製24個小時後的雞 我們聞聞看這個味道 嗯 就跟昨天的味道是一樣 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如果你昨天做好的那個鹽乳水 倒進去 你今天聞起來是不一樣的味道 那你昨天在做什麼意思呢 雞看起來呢 很明顯它白了許多 它感覺它吸收了那個汁 那個鹽乳水的汁 汁啊跟這個雞啊 浸泡24小時膩在一起的感覺 既然已經醃好了 我們就是要來準備 準備辣雞 先調粉 首先呢我們必須要使用這個 中筋麵粉 黑胡椒 辣椒粉 海鹽 紅椒粉 泡打粉 把你倒 倒完呢 我們要把它攪一攪 我們必須要拿出一個湯匙 把它拌一拌 其實呢就是稍微拌均勻就好了 好了粉調完了 我們現在呢 必須要分裝成兩個粉 因為它要沾兩次粉 兩個 先請他們在旁邊一下 醃漬24小時的雞 我要用這個清水 稍微把它 表面比較鹹的滷水洗掉 洗一洗 然後放到旁邊 把它擦乾 因為待會我們要繼續油炸 所以 盡量讓它不要有太多多餘的這個水 像洗嬰兒的腿一樣 它打開來擦乾 食譜上有講說擦乾後呢 再把它冰回冰箱 再靜置24小時 但是如果呢 你像我一樣等不及了 也可以拿去炸 為了要跟食譜講的一樣 所以我後來決定要再靜置24小時 沒錯又過了24小時 這就是我們靜置24小時在冰箱後的雞 接下來我們現在要進行裸粉 裸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做白拖牛奶 製作白拖牛奶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用淡奶油搖一搖 另外一個方式呢 牛奶加檸檬汁搖一搖 好像也會變成白拖牛奶 我們今天就試試第一種方法 用奶油 然後接下來我要開始囉 白拖奶油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沒有你選擇都那麼少耶 沒有不夠啦真的不夠 那再搖一瓶啊 我們現在再把它倒出來 是不是很神奇啊 好我們在炸雞裹粉之前呢 我們順便先起個油鍋 因為油溫必須要達180度 因為要炸東西呢 所以我剛剛先把我的專輯先移到旁邊 如果大家在這個期間也覺得有點苦悶啊 有點無聊的時候呢 希望大家可以去聽啊這張專輯 這張專輯可以帶來給你一些小小的樂趣 娛樂快樂 我就心滿意足了 如果你買不到實體唱片呢 沒有關係 你可以去各大的串流媒體音樂上 都能聽到這張專輯 如果你連串流音樂媒體都沒有的話 YouTube不用錢你也可以看 沒有藉口了吧 首先呢我們先把這個油鍋先騎起來 這時候呢我們要來沾雞 一樣這是一個三道的功法 靜置24小時的雞 沾第一次粉 抹均勻 拿起來抖一抖 放進我們的白拖牛奶 再放回去 每個位置想辦法都把它們沾到 美味的炸雞待會就會出爐了 接下來呢我們這個溫度已經達到了175度 在5度以後我們就要把我們的剛剛 沾好粉的炸雞放進去 好了我們要下囉 嗚~~滋滋作響 好接下來我們這個炸雞呢就是炸8到10分鐘 我們看你這個雞的大小 然後來決定它要炸多久這樣子 好了接下來我們要在起鍋之前呢 我自己個人的習慣還是把火再開到最大啦 就是做一個搶輸的動作 它那個感覺你知道我整個這個夾子都可以感受到它的靈魂在爆發 大爆發 我沒有想過它炸出來會是這麼漂亮的顏色 剛剛只是一個很基本的沾這個麵粉而已 也不是用麵糊這樣子 喔好燙喔我們看看這個雞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東西 喔 欸怎麼有一股雞塊的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啊 是不是因為泡過乳水關係所以很juicy嗎 天啊 聽聽看這個聲音 欸真的很好吃喔 今天世界上最好吃的炸雞食譜 我個人覺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英為天人 英其是超人 你不要看剛剛只是那樣的某個三道工序 就造成它嘎嘣嘴了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殊的香味 它好香喔 我沒有在任何的雞排店吃過這個味道 真的在這邊誠心的推薦你們 你在家無聊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食譜 這是跟往常 這是我們在家常做的那種炸雞的味道 完全是不一樣的 真的可以讓你在家過得爽爽 你可以一邊聽著我的過得爽爽 然後吃著炸雞爽爽 記得大家關注我們的頻道 按讚訂閱下連當 下次見 吃炸雞當時要做下來好好的品嘗這個炸雞啦 嗯 聞起來真的很香欸 嗯 真的很好吃耶 我不要 它不用沾任何的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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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